今天我们的草田螺 嗨大家好我是花子 今天我们的草田螺 首先看一下这个田螺 这个是我们昨天从田里面捞上来的 然后用清水泡了一个晚上 泡了之后这里面全部是泥巴水了 我们现在要清洗一下 刚刚我们用清水洗了三次 然后里面没有那么多泥巴水了 现在看起来这个水没有很脏了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后面剪掉 这个壳很脆的 所以用这个剪刀就可以了 一般像那种小一点的 都是用那个小钳子 现在我们已经剪完了 要用清水清洗 清洗几遍然后就可以炒了 现在已经洗干净了 我们要炒了 先把那个田螺炒干了 倒吧 现在已经炒了五分钟 我们也开始倒油下去了 然后切好了辣椒 还有蒜 还有蒜 姜 还有上次我在那个田里面挖的那个鱼心草 这辣椒一放下去炒的肯定很辣 等下感觉吃鼻子 好了 现在把盐倒进去 香料 味精 接着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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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再炒一下 嗯 哦 好香啊 我闻 我闻到了那个生姜 还有大蒜的味道 还有辣椒 很辣 现在可以了 差不多炒了二十分钟了 这个已经掉了啊 直接吸一下就出来了 有些没掉的话就很难吸 我现在都要开吃了 这个是特别大很好吃 一样就吸出来 嗯 那咸咸嘴巴吃一尖 那可以当了 还当了 这个特别大 特别好吃 喜欢好了视频赶紧点过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